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这里有我以德台仰和家餐生的 各位网友好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分享 好了,今次又想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UNICLE这间公司 他又犯什么错?又做了什么? 他说了一些我认为是极为不合档的说话 而且他是跟BBC说的 最近这间公司的老板柳井正 他就接受了BBC的采访的时候 他就这么说 他说他们这间公司的所有产品 都从来不会用中国新疆地区的棉花 那你干什么? 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表态 是否判断了呢? 你不用新疆地区的棉花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其实在中国来说 新疆产的棉花是最高品质的 那他不用 是否代表着他用刺货呢? 还是为了讨好西方媒体的要求 而说出这番话呢? UNICLE这间公司 我相信在香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 很多人都经常光顾它 我承认我自己也是 北美 北美这边也很重要 连奥尼弗也承认了 连奥尼弗也承认了 什么是厉害的 所以在平价 中价的衣服那里 它是承认了西方品牌的 而且它的价钱 亦都相移 在内地 都算是中价品牌的 内地它们不是最便宜的 全球来说都真是颇为之成功 亦都是在这个叫做 Fast Retail 迅速零售 这个领域里面 是占有颇大的比重的 如今这个老板 柳井正 说这番话 要知道 中国的市场 对UNICLE都颇为之重要 新疆在中国来说 是生产出最上升品质的棉花 不过呢 就被西方媒体长期以来 都指责说 有这个强迫劳动生产 继而也有不少的西方的国家 甚至乎 西方的媒体一直都是呼吁 要拒绝使用 来自新疆产的棉花 我们已经去到21世纪 种棉花这件事 早就大规模以机器生产 那用什么要强迫劳动才行 这种说法是 完完全全是被老作出来 有人作出来的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当然是郑国欣那些人做出来的 如果看看新疆的棉花 其实它是基本上 和中国的电动车一样 是占了全世界最大出口 嗯 没错 所以他们就做一下这些手脚 我既然在市场上打压不了你 就砌你生猪肉 是很卑鄙的 我都认为这种做法 是很下战之余 也是直接影响新疆的经济发展 因为很多人都是 靠这个产业来开发 你这样打击一个地方的经济 是那个影响都很大 因为之后呢 当西方国家 或者一些西方的传媒这样传出 新疆有这个强迫劳动的问题 也都引来 不少的品牌 都要纷纷表态 例如如Nike Blueberry Espirit Adidas 甚至乎H&M等等 都需要表态 他们自己没用新疆棉 但是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 他们一个一个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就失去了 甚至乎 当时H&M 我很记得 在2021年时表态 搞到 H&M要在中国的电商平台下架 我认为这些是他们自己拿来的 他们一个一个 这个不据事实 只是因为受到一些传媒的压力 竟然就要作出一个这样的表态 说自己不再用新疆棉 那我相信他们真的可能没用的 但是他们这样的做法 是第一 不理性 第二 他以政治行先 根本没有看回实际的情况 他们都没有真正去过新疆 做过任何调查 就认为 新疆是有强迫劳动 这个 这样的 做法呢 我认为真是很不恰当 作为一个全球跨国企业 你这样 跟这些 西方的传媒 行下一气 去贬低新疆棉 或者贬低中国 是非常之不恰当的 而且 这些品牌 在中国 赚不少钱的 你是不是 黑人争 绝对是 老实说 跟大众汽车 这些汽车工业来比 这些所谓 休闲服的 真的没有什么 不是怎么说道義 没有什么骨气 没有啊 根本是没有必要表态 老实说我认为 如果你是怕 牵涉到政治的 应该 一声都不会出 最好就是这样 不过 你不出声 可能他们 也不排除 他们受到 会打你的 受到西方的政治压力 是吧 权能轻松下 他们这些品牌 就选择 站在西方那一边 是吧 不要紧的 每个企业 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 如今 UNIQLO 作出了选择 在2024年 这个时候 你才作出选择 竟然在接受 BBC访问的时候 你这个 柳井正 就承认他们 不用 新疆面 我就觉得奇怪 他是不是没有看过 其他品牌 受过什么教训 尤其是H&M H&M 当它表态之后 厉害了 在2021年 一个季度 他们在中国的收入 足足下跌了40% 可以说是被中国人 大力抵制 这个是市场 给到H&M的反应 并不是由中国政府 呼吁大家 不是H&M 这个要搞清楚 这个是中国人 拒绝买你的产品 因为你的产品 你这个H&M 这个品牌 是替西方宣传 一个虚假的话语 说新疆 存在着强迫劳动 所以就造成中国人体制了 很正常的 是不是 你求仁得仁 你可以选择禁口 你可以选择 我运去外国的 没有用新疆棉 在中国有用 你都可以的 这句话 我认为是危险的 所以 中国人是会理解的 如果我用新疆棉 外国会抵制我 但是在中国我用新疆棉 都可以的 你是可以有很多种做法的 但是 你是选择站在 missinformation的一方 误导性的一方 在表中 那就是 绝对不恰当 因为那些人是说大话 很明显是说大话的 是的 我们再说一些 H&M的结果 当时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除了在一个季度 足足下降了40%的营收 而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的年收入是超过10亿美元 单是中国的市场 10亿美元 这么大的市场 赚得这么多钱 很厉害 去到2011年 你竟然作出一个这样的表态 这个是难以理解的 他真的不当自己的钱 或者可能觉得 在中国赚钱太容易 你只说一句话 整个市场就抵制了 整个中国市场就抵制了 这是该死的 是的 讲述世界上 最恨人争的人 的亡因负义 这些就是亡因负义之人 如果做生意来说 你算是怎样 吃碗面翻碗底 不是啊 我相信你们日本人 都不是这样教你 这样做生意 是吧 现在 没想到 这个 Unical老板 柳井正 看来是否又想尝试一下 H&M尝试过的事情呢? 真的很奇怪 还是他对BBC才这么说呢? 我对BBC说这番话 我对你们说这番话 实际上他有没有用过新疆棉呢? 这层我没办法知道 我也查不到 如果有认识UNIQL的人 或者在这间公司工作过 或者分享一下 究竟这间公司有没有用新疆棉呢? 但如果他拒绝新疆棉 因为没理由不用新疆棉 因为新疆的棉 是最好的质量 最顶级的你不用新疆棉 就是用一些比较差的棉 所以在利润上可以赚得多些钱 他会不会是这样的策略呢? 我觉得这位柳井正要再出来解释一下 如果你是纯粹为了争取利润 觉得新疆棉贵 有些更便宜的货源 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他的解释是 不想新疆有强迫劳动 所以拒绝用新疆棉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真的要抵制这间公司 对不对? 绝对是 你是为了政治 你是想不做生意 你是想做政治 对不对? 没错 我认为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而且访问过的是CBC CBC是什么? 地獄类镜 那些坏东西 出名的 BBC 对不起 是BBC 这是全世界最偏颇的传媒之首 所以我认为是剪接过 就放了你上桌 我是利益归于被告 而怎样利益归于被告 BBC那些坏东西 大家人所共知 我觉得这一个unico的老闆 是需要走出来说清说楚的 是的,我也同意 BBC不是第一次扭曲他人的说话 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过去的十年 不停制作假新闻 甚至乎 甚至乎 英国人都觉得BBC是疯了 没有公信力 没有公信力 是的 整天宣扬假新闻 阴间累镜这些用得多 而且我怀疑他是挑拨离间 但剪辑过人的广告 前集一段后集一段 我是没有作评 但我是剪辑过你的广告 放人上桌 其实身为大企业 应该要认清 绝对不可以和BBC站在一起说 英国的名字 英国衰落是因为他们的传媒堕落 这个我相信也是 这个也是 你传媒的堕落 不停地散播假资讯 很多人信以为真 那就做出错误的判断 做出错误的判断 也有可能影响到 不同企业的前途 对不对 也可能因为这样 而影响整体的经济 所以这些假新闻资讯 其实真的非常可乎 那说回UNIQL 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他也接受过日本媒体 日经访问过 他当时这家公司也说过 他们希望在将来 会在中国扩张到 多达3000间门市 也非常看好 中国市场的未来 但是到最近在BBC 这位UNIQL老板 说回这样的说话 那是否在自己迷 你这方面想很重视中国市场 想在中国继续扩张 但是现在就说自己 不用新疆棉 加上被BBC 再加上不同的创作 我相信很可能会影响到 他们的未来 老实说我是挺欣赏 因为他在加拿大 他会跟这里的大学的时装 可能是高学的时装班合作 就会举办一个比赛 优胜的话 他可以特意跟你出一个 优胜服的品牌 例如你们赢了优胜者的名字 他是给一些新人赏 他是跟本地共生的 他们这种可以更深入 去跟社区发展更加紧密 其实对他的品牌帮助也更加之好 我是很欣赏他这样的 他不是只是说 这个是我们的设计师 不是的 他是用本地生的年轻人做设计师 去发展本地社区的市装业 这些东西是很欣赏他 可惜他做一些傻事 是没有办法的 是的 所以如今他因为BBC的访问 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引来很大的争议 究竟他什么时候会出来解释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或者他会不会出来解释呢 这个也不肯定 不过在那段访问的时候 当他说出拒绝使用新疆棉之后 这个老板停顿了一阵之后 他就说我们应该要继续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就是他就知道了 是的 我觉得他就知道了 说了一些错误的说话 就算到现在 很多人都说了 中国现在已经是走开了 离开了这个低端产业 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 是密集劳动型 但是他仍然都在中国 有他们的制造中心 同时他这家公司也在越南 像是孟加拉、印尼、印度 都有不同的工厂 而如果看回他过往的一些访问 在2009年 当时全企业有80%的产品 是中国制造的 不过在那时候 他们已经见到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了 所以他们这家公司也逐渐地 将一些生产搬到其他国家 当中也包括柬埔寨 去到时至今 2024年 他们在中国的生产中心 都仍然存在 同时就是他们的门市 目前在中国已经是有 一千间的门市 将来会增加到三千间 意思是说 这家公司总体来说 都是看好中国的未来 只不过这样 中国其他品牌 也都是发展得非常浮沫的 因为我自己去到中国 我真的不会光顾Unical 我在香港就会 我去到中国也不会 因为中国的选择更加多 有更多不同的款式 至于在品质方面 大家都差不多 现在说真的 甚至乎有些杂密的品牌 在中国卖得很便宜 一样这么好的 就像那些 类似女人街那种 这样的形式 整堆衣服 给你盖 但他们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虽然没有品牌 对不对 如果说Unical 我只买它 它是叫HeatTech 因为它 底衣服 那件底衣服 真的能保暖 尤其是我们这些 准备又落雪了 真的能保暖 而且价钱都比较相似 反而在其他 如果说去买那些 滑雪打底衣服 是很贵 很贵 80-90元一件 8架那些 但在Unical 买它那些 HeatTech 都是20多元 差这么多 20多元 加纸 好像现在都贵了 我很久没有买 买了一件 我要查一下才知道 尤其是通胀之后 贵过香港 男人是不会看价钱 当然贵过香港 贵过香港 不过在香港就很少说 需要穿到HeatTech 你凉都只有那几天 是 我知道 凉起来不是人敢扮的 加拿大落雪 雪柜 冬过雪柜 重要 当然不同 我自己都很少穿 我自己就是一个 不派冬的人 而且新西兰这边 就不太懂 不如说回Unical 目前可能面对的问题就是 他们自己 已经之前说过 想在中国扩展而务 如今 我相信 可能会遭受到 更大的麻烦 因为我发现在 内地的社交媒体 已经有不少的 网民留言 就说要抵制这家 我认为这个 结果也是Unical 自己拿来的 或者Unical的老板 自己争取回来的 所以如今 将来可能他们在中国的销售情况 出现下滑了 就不要问为什么 要问一问 李老板说过些什么 为什么要接受BBC访问的时候 说些这样的说话 还有 他是不是真的 完全因为 新疆有所谓的强迫劳动 所以不用用新疆棉呢? 我觉得他真的要公开解释一次 是 绝对需要 这是公关灾难 我觉得他是中了BBC的伏 和一时老猛动 也有可能 一句话 就可能 可以导致整间公司的营收大跌 所以 这些事情不是开玩笑 以前H&M也试过 这么大的教训 大家的同行 应该都要了解 是吧? 可能真的 突然间猛成成 鬼拍后尾枕也不定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好了 祝他们好运 好 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